歡迎大家收看大明大方的節目 今天聖誕節,恭祝大家聖誕快樂 聖誕之餘有什麼好做呢 我記得我今天都去了看電影 其實我心裏很想看一套電影 在美國正在播放的捷古華拉這套電影 為什麼美國居然會播放這些電影呢 我也覺得怪 所以既然在這個情況下 觀眾看完捷古華拉這套電影 原來都在問究竟現在這個經濟這麼崩壞 是否捷古華拉可以幫到大家呢 所以今天請來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先生 新界東立法會議員 也是社民連的議員 見他的衣服穿著他心口有顆星 就是捷古華拉 聽聞這套電影你都在搞 是不是想在香港播放 我就希望給我一個首映權 這套電影就買不起了 買不起 為社民連籍籍籍籍 或者是為窮人籍籍籍籍籍籍 但問題是在香港有沒有看這套電影時 很有懷疑 因為上一次 我大概是四年前 有一套是《摩托七日記》 在香港上了 我也是其中一個嘉賓 那套戲 那個發紅商就好像決定了 不會買這套戲 不買這套戲了 是不是上次太差 是不是你去到門口示威 搞到別人不敢去 這個 我想是那套戲太長 長的戲其實都很難搞 這兩天CNN都說了 這套戲說回 十一月今年年中康城電影節拿了最佳電影 這個我知道了 《男主角》拿了 也去了古巴 我記得上次《美國有線電視新聞》專程去古巴看 手影禮爆了 人人都很開心 來到美國手影 有班人在罵導演說 為何你拍了毀子手的電影 是不是這樣 這個我都去過美國一個全國的廣播電台 接受過他們的挑戰 其實他說那個 就是《孤子手》就是講 紫古巴拉在革命成功之後 因為他當時在古巴很出名的要塞 就是一個《孤子手》那裏做司令官 他又曾經下令殺了一批人 就是用這個死刑 就是這樣 就是講革命 為何突然講捷孤華拉呢 由歐洲 他剛剛在歐洲準備播 拉丁美洲播 就席捲成拉丁美洲 去到古巴當然 去到美國其實 無論贊成 反對都好都會覺得 都要很多人看 加上前兩個月原來在德國 資本論開始多人看 是不是其實現在資本主義崩壞 是不是捷孤華呢 或者代表那套左派思想 應該開始在世界上發揮出來 我也講過很多次 拉丁現象就是因為 所謂左派思潮和依附在左派思潮的政治力量 那個衰敗 適微是引起的 如果你在這個中東地區 信奉馬克思主義 或者以這個捷孤華拉的游擊戰 在這裏面為一個綱領的 或者為一個行動的方針的時候 其實有的 在巴解裏面都有大量的派系 好像哈佛斯已經過世了 他和阿拉法都不同 他都比較激進一些 或者他主張這個城市遊擊 所以其實 追敗了之後 就有拉丁這個現象 當然拉丁作為一個反對美國 美國的壟斷是心得人心 當然你未必要同意他所有的 最後來的那些交易 但是說 和這個美國抗爭 其實捷孤華拉在六七十年代 就是提倡的一個越南 兩個越南 更多越南 就是拖著美國人的後腿 在伊德克就是這樣 所以在布殊就知道人家穿了幾套鞋 在10號扔上去 其實為什麼我要提借孤華拉 今年我在聖誕節去看 很多人都說這個市道差 叫人多些消費 我去走過都是很多人人頭湧湧 有一種末世的感覺 好像大家趕著 扔了錢 下年就算了 是不是政府 叫人家花錢 那頭又有宗教領袖說不要花錢 那經濟就這樣崩壞了 那你現在看回香港的所謂保皇派 建制派 富貴黨他只有一招 就是給錢的人花 東思效貧 消費券 其實很簡單 所有窮人拿著消費券 除非你是當局規定他 他一定要買一些不是普通日常用的產品 否則他一定會拿回那一千元 或者兩千元 買回他日常的產品 剩下那二千元面額的東西 準備應付鹽東 所以是不會促進消費 那些已經有錢的人拿著那二千元 就可能拿來洗錢 就是這麼簡單 他拿著那二千元來洗錢 促進多少消費 不知道 因為他未必是要來做那些普通日常的事 可能他買一件事 他想了很久買一個聖誕給自己 而買一個聖誕給自己 香港不是一個產品國 其實只是撿過勇 那就是在你眼中 這件事沒有用 或者你減息 那些銀行就加息 譬如你以前退稅給那些中產家供樓 他打算拿些錢去旅行 但是不旋轉 立即沒多久 那他已經加了他半厘 那你已經是還在旅行 抵消了他 其實大家都在說金融海嘯之後 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崩壞 大家在想立著庫頭 你要過寒冬 等經濟活力好才行 但是如果照你的說法 好像左派這方面 甚至乎社民聯 好像沒有什麼方法解決這個金融海嘯 我相信其實現在是一個 沒理由還要花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其實你看看政府本身是否有一個 有決心改變 很簡單 說回領會 最近社民聯提了一個 就是叫他回購25% 其實這個說法都未得最徹底 其實應該用基本法的105條 是為了維護香港人的利益 尤其是公屋居民的利益 就是逼他 買回來 就是徵用他 定價去購買 這個當然是一個政治問題 當我們 在我們的小憲法那裏 是有條這樣的條文的 那我們用不用呢 為什麼殺雞的時候可以用呢 因為殺雞那些是小利益的 是不是你殺雞我不管你這麼多 但現在那班是TCL 所以它應該是一個政治問題 中文黨就說一百分之一